悠悠晚安 現在會不會卡 因為我現在有分享網路 成龍成龍晚安 今天怎麼這麼開心 有嗎 悠悠很開心嗎 可能今天換了新造型 所以Kimochi不一樣 有點就是 跟平常不一樣的感 有點卡嗎 那我把網路線關掉 少賢晚安 今天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是不是頭髮綁起來不覺得有一種 頭髮變很長的感覺嗎 其實平常都感覺是短頭髮 綁起來就覺得 喔是個長頭髮了 LO的耳環出現了 YES 我找到LO了 不是 我的LO在這裡 所以羅力郎的LO給我了 現在只剩力郎了 因為你的LO 被我拿走了 7號晚安 哈囉 天月濕翠 哈囉 劍華晚安 搬橋晚安 今天是林家女孩Fu 為什麼是林家女孩 因為公主頭嗎 這個髮型 林家女孩的感覺嗎 嬌嬌晚安 哈囉謝謝小飛鳥的love 今天要收到大家很多很多的love 看我的耳環 就知道 謝謝超哥的螢光棒 潘家女孩 長那麼大終於被叫潘家的女孩 從小到大都一直被叫潘家的男孩子 謝謝Akira的love 還有Yoyo的玫瑰 嗨 哈囉 爸爸 謝謝露婷的love love起來 哈囉 Jimmy forever晚安 今天也不是帥氣風 對啊 最近怎麼講 現在1月初就是 很念舊嘛 其實我就是個很念舊的人 真的 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你們看我最近的IG就知道了 絕對不是因為沒有照片才發舊照的喔 我只是1月份就是 其實本來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再 再更早一點做 現在都快1月中了 我還在回顧2019 我還在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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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多 快3年了 也快3年了 就是回顧 真選的時候 然後到真選上的時候 其實他一開始真的想要走一個 帥氣的風格 那時候的眼神我現在看到覺得 哇賽有個帥 帥一波帥的我一臉 可是我現在 在看現在照片的小時候 我現在 最近也開始有 錄一些Bass Cover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以前那麼帥 現在過了兩年怎麼回事 哈囉灌輪 頭髮不知不覺就變好長 我頭髮長超快的 但一個月就 原本 原本 你們看到我的鎖骨 我的鎖骨在這裡 然後我原本剪的時候 是跟那個人說 我要到鎖骨的長度 結果他不是剪太短嗎 結果好像剪到這裡 所以現在才過差不多 不到兩個月 剪的時候就是萬聖節的活動 萬聖節的 是十月底 十一月 十二月 有兩個月啦 可是長很快耶 而且我還是有燙內腕喔 因為他已經長到 我的鎖骨在這裡 他已經比鎖骨長很多了耶 射擊師不知道我鎖骨的位置 拜託我鎖骨超明顯的好不好 在這裡 短髮控表示傷心 沒事沒事等我過完年後 我會再剪的 耳環 很多等樂福給你們樂福 名利晚安 八點晚安 他看錯骨了 看到哪裡 看到猴結是不是 看到猴結是不是 怎麼是不是 喔對很多人都是 過年前會去剪頭髮 我也是這麼 我本來也是這麼覺得的 可是我想要在過年時候嘗試 一些跟平常不一樣的造型 所以 過年前會換一個新的 新的髮色 因為我現在布丁頭已經長出來了 先換髮色吧 然後髮型的話 就過晚年之後再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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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我是AKB4J 聽TP的MINA 金髮不行啦 這個的話公司可能也不同意喔 懶金髮 張魚燒掰掰 哈囉 這是誰 中甲B 什麼意思啊 晚安 哈囉 哈囉 草莓醬 草莓醬 我今天的晚餐吃 草莓鬆餅喔 但是吃 吃完之後覺得 早知道點貴一點的 因為他草莓鬆餅 就是現在 現在是草莓季嗎 不知道 看到有草莓鬆餅 就很想要買 可是 他就是草莓果醬跟 切片的草莓 就覺得 有點不那麼豐富 貴一點的話有草莓卡士達鬆餅 卡士達醬的話應該吃起來更滿足吧 親粉絲喔 所以我叫你中甲B就可以了嗎 是念中嗎 還是你是蟲甲B 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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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晚餐還是下午茶 是晚餐啦 因為我今天下午去看牙醫 然後看完之後 差不多五點多吧 就是 那個時間 有點 微妙 然後 因為最近天氣很冷 真的不太 不太想出門買東西 然後家裡的食材也剛好都用完了 對 所以就 就想說 因為姊姊今天也不回家吃飯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在外面買好了 北極星晚安 什麼是幻影戰士 和我很開心以為有新粉絲 都沒有新的粉絲 好難過 不要假裝新粉絲啦 不好玩 和我很 很笨在那邊打招呼還介紹 我不要理你了 幻影戰士我不理你了 我把你ID記住 441為數 441為數 萌新自己講 萌新 對啊 白開心我還在那邊自我介紹 可以叫我Mina 我是AKB4TA TeamTV的 不開心 香葵晚安 哈囉 松優 松優 晚安 也許有只是Mina沒看到 嫌 嫌是新粉嗎 喔唷我都不知道誰是新粉 誰不是了 這個應該是吧 每個都新粉絲 哪有那麼多新粉絲啊 我今天去看牙醫 是因為我 我的上面 上面有一個牙齒 就是很裡面 它很難刷到 然後 然後之前就有去補牙 然後 然後補牙 就好像因為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補 可能洞太大了 然後他就要裝那個 什麼 香籤體 香籤體的那種 然後 這是怎麼講 陶瓷的牙齒 超級無敵貴 一顆要一萬二 超貴 然後結果我裝上去之後 掉下來三次了 我真的超生氣的 就是 超貴耶 就是 我一個月的生活費 都沒有一萬二 然後我把 要用那一顆牙齒 然後一萬二喔 然後結果還掉下來三次 那我就補牙 付那個掛號費 一百五 或是一百八兩百左右 就好啦 為什麼花那麼貴的錢 然後他還一直掉下來 我就超生氣的 而且那一家 是我同學介紹給我的 然後我就 所以就離我家很遠 我過去要一個多小時 還要轉車什麼的 我過去要一個多小時耶 就是我花那個車錢跟時間 然後還一直弄不好 我就超生氣的 而且去過很多次 我沒有跟牙醫說嗎 有啊 可是那個牙醫他說 一般弄這種陶瓷香籤 其實不會掉的 而且他上一次弄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點 我就覺得很不開心 我就說為什麼會一直掉 然後牙醫說 牙醫說 他也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他說 然後他弄好之後 我說這次不會掉了吧 他說 應該是不會了 這個 這次有弄很緊 什麼什麼 然後結果又掉了 然後我就超生氣的 小英晚安 應該要問號號 所以應該怎麼辦 就是 好像是一個很大的 洞 所以補牙可能不行吧 然後反正就是叫我用那個 然後結果一直掉耶 跟牙醫說怪我了 你們知道嗎 每次掉第一次的時候想說 怎麼會這樣 一萬塊 一萬塊掉下來了 而且你們知道第一次掉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嗎 是在阿里山拍MV的時候 就 那時候是怎麼樣 我們在那裡住 兩三天吧 我忘記了 就在阿里山上 然後拍MV的 途中就突然掉下來 對啊 就突然掉下來 裝遲牙 對啊 那個應該就是遲牙 沒錯吧 不然怎麼會那麼貴 對 我不知道 好像是休息的時候還是怎樣 就是路上突然 就是什麼東西掉下來 一萬塊掉下來了 然後想說怎麼辦 然後可是 要工作嘛 我就想說怎麼辦 然後就隨手放在口袋裡 然後想說不知道怎麼辦 等一下再說好 然後就忙一忙 然後結果後來 不知道幹嘛的時候 恐懇放在外套口袋裡 然後 然後拿東西的時候 那個牙齒就掉了 就掉在阿里山上 然後我就找不到 我想說怎麼辦 一萬塊掉了 我就很著急 可是我真的找不到 然後 就對 就這樣 然後去 就 而且 那時候好像才剛上阿里山沒多久 然後想說 唉 怎麼辦啊 就牙齒掉在阿里山上 然後又 那時候就這裡就一個洞 然後要等下山之後 而且我那時候很慘 我那時候還流感 然後牙齒又掉 超難過的 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有夠衰的 都可以買十張這個 對啊 好難過 然後下山之後就趕快去看 牙醫嘛 然後 然後就進去牙醫 我就說 我的牙齒掉下來了 他說 蛤 那你有留下來嗎 然後我說 那個牙齒掉在阿里山上 然後醫生就 蛤 怎麼會在阿里山 滿地找牙 應該被清潔阿姨打掃走了吧 就 那個牙齒就掉在阿里山上 醫生也傻眼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還笑笑 因為我覺得 很不好意思 那一萬塊牙齒我就把它掉在阿里山上 保障都放在阿里山上 一萬塊娘娘 浩浩也有找過牙齒 蛤?為什麼 醫生的蛤眼那麼中醫嗎 我不知道耶 醫生 因為牙醫都是戴著那個啊 口罩 所以看不到他的表情 搞不好他在投小 現在去真的是大海 我就 對啊 暖風晚安 Mina有沒有跟醫生說 為什麼在阿里山 沒有啊 我就說 就去阿里山的時候 掉在山上 所以你現在長出一棵樹 長出智慧之樹啊 摩里斯晚安 想要我的牙齒嗎 那就去阿里山找吧 好煩喔 又重裝一次啊 然後掉第二次之後 我就已經有點 難過 然後而且 因為那個牙醫就說 是我同學介紹給我的 然後 然後又很遠 然後我就 去的時候 我就心裡很多 然後 怒氣跟很多 圈圈塌塌塌想說 又掉第二次了 然後就心裡很多 OS 然後等下我要去跟醫生吵架了 然後可是每次 你知道 我就是在心裡 會很生氣的那種 可是每次一去的時候 醫生一跟我講話 我又 對 掉了 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心裡很氣 可是 我又沒有辦法真的 表現出來 我覺得好煩喔 我明明就很生氣 可是 我每次講話的時候 就會很弱 就俗辣 對 我俗辣 今天也是啊 今天也是掉第三次 還是第四次了 我也是去的時候 想說 而且我上一次 我上禮拜才去 就是我有預約 然後結果 去的時候那個醫生不在 然後結果另一個醫生說 這個不是他弄的 他沒有辦法幫我處理 我想說 那你預約的時候 你護士預約的時候 就要跟我講 那個醫生 那一天沒有上班 就不要約那一天 然後我就特地跑一去 跑 跑 白跑一趟 結果呢 他叫我 要再約 就是後來就再約今天嘛 我那時候就已經很生氣 然後我還說 我說 恩 那個醫生他不願意幫我弄 我就說那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幫我弄 因為我說之前那醫生 弄的那個牙齒 已經掉下來三四次了 對 我說 我想要試試看可不可以換一個醫生 然後結果 結果 其實我那時候是真的很灰心 所以我就說 我想要換醫生 我覺得之前那醫生 就是我覺得他做的不太好這樣子 然後 可是那個醫生就說 但是因為那個是什麼桃匙牙嘛 然後就是 如果他做的話要一萬五 因為他是做這個方面 專門的 而且因為之前不是他弄 所以他要重新收費 我想說 為什麼要牙齒 我已經花一萬二 你在叫我花一萬五 我哪有那麼多錢啊 我真的 然後我就恩 好 所以我今天就再去找那個 原本的醫生 晚餐吃了嗎 永哥晚安 我今天晚餐吃了草莓鬆餅 吃的心情很好 米娜氣不不 真的很生氣啊 雖然我今天去看牙醫生 我心裡真的想了超多 要跟醫生吵架的話 我就說 你弄得這麼差了 以後不要找你弄了 如果再掉下來的話 我就不要再找你弄了 然後我就心裡想了很多話 就是想要跟醫生吵架 然後一去之後 醫生就恩 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他 後來他 他之前 而且每次去都跟我收掛耗費 我想說明明就是你自己弄得不好 還好意思跟我收掛耗費 結果他今天就後來就沒有說 我要收掛耗費 就是有退給我 然後我才覺得 好一點 不過還是花了我車錢 找姊姊去幫我開嗎 對 如果是我姊姊的話 他真的是很會跟店家吵架的那一種 可是你知道我 我真的不行 我們的唱片公司名字叫什麼 好 唱片公司 我們好像是 我們是華納還是環球發行 我不清楚耶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唱片公司 不是經紀公司喔 反正我每次都心裡想著很多要罵的話 我們是環球 好謝謝大家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是環球 唱片公司發行的 我們是環球 看見信仰了嗎 大家要2月28來找我握手喔 我現在還很多賣不完 等你們 登記那個序號了沒 到2月18喔 唱片還在等補貨 所以蘿莉拉還沒拿到 是因為海外比較遠嗎 米娜心裡都在想罵人的話 但這不是髒話 不是髒話 只是 我真的很想表達那種 很不開心的心情 然後想要去跟醫生吵架 結果 結果醫生他 我一進去牙醫 然後醫生看到我就 我不知道他可能也覺得很不好意思吧 然後反正他就先說 不收我掛號費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看我之後要怎麼弄這個牙齒 他就會把我弄到好這樣子 然後他說 他說我知道你一定很沮喪 就是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是討論一下怎麼弄 然後想說 我本來想要跟醫生吵架 結果他說 他知道我現在心情一定很沮喪 然後就是 安慰我吧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我想說 我想說我明明 就是醫生都看得出我很 我很沮喪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超沮喪 進去看牙醫 我想說我表情有那麼明顯嗎 就突然 被看穿了 然後想說完蛋了 我真的很沮喪 吵不起來 醫生是不是怕我走了 就賺不到我的錢 不知道欸 可是如果這次喔 再掉我真的 我真的 不知道 我每次 心裡都想 再掉一次我就不找這個醫生了 可是又 因為牙醫就很麻煩 牙醫就是 別的醫生就不喜歡剪別人用 就是 處理過的 他就覺得那個醫生弄得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 就不願意接手啊 所以 弄來弄去還是找原本的醫生 就後悔啊 一開始就找錯醫生了 換我讓他掉 怎樣 直接做醫生一拳是不是 讓他牙死掉 不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好嗎 可以介紹厲害的醫生 請介紹給我 我下次要理直氣壯 如果再掉啦 如果再掉我要理直氣壯 去跟醫生說 你這次在掉我就在了 不來這家店了 不來這個牙醫了 那我真的很殊辣 真的常常在心裡會 就是很想要 有時候遇到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我會心裡想著要 等一下要怎麼吵架 可是我就是打字厲害 然後 可是講話就很弱的那一種 就是要生氣也生氣不起來 這個仇 我一定要抱 就很弱 然後就是 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有時候我姊姊的話 她又跟我很極端 姊姊的話是太兇 她太兇 她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去一間餐廳好了 然後那家可能 餐點 比如說忘記送了還是怎麼樣 然後她就會超不耐煩說 為什麼那麼久還沒來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想要跟那個人吵架 然後就是想要跟那個人吵架 不要了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 覺得超丟臉 就我覺得姊姊這樣子跟店裡吵架 而且很大聲 就是旁邊的人都聽得到 我就會覺得 天啊好丟臉 我就不行這樣 雖然我會 有時候真的我會 不太高興 就比如說 我剛剛已經提醒過說 這個餐點還沒來 然後結果她還是沒有來 很久很久的話 我可能真的會有點不開心 然後就會想說 你等一下態度再不好的話 我就要生氣了 可是店員一過來的時候 我就 他說我們正在做了的話 我就會 好 那我等 就是我會 本來心裡超生氣 然後後來就 好 馬上就會落下來 可是姊姊不是 姊姊是這種會超生氣 到我覺得 啊好丟臉 大家都在看我們的那一種 完全相反 要讓醫生丟臉帶姊姊去就對 可是我不覺得姊姊這樣子會 讓醫生丟臉 我覺得姊姊這樣生氣 會讓我覺得很丟臉 就是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講話這麼兇啊 我 我不太行 我們個性差超多 真的 我真的不行耶 每次想生氣 但是就是 心裡想生氣 可是 生氣不起來 姊姊如果掉牙 不知道怎麼罵醫生 姊姊喔 姊姊的話 我知道她平常 在餐廳罵人的那種 而且她跟她男朋友 我這樣講會不會不好 算了 我不要爆料太多 好了 就是她是 她是那種會在路邊吵架的那種 你們有看過嗎 可是我覺得 哇 就是 就是很可怕 我覺得 我沒有看過 但是有聽她講 講過 我覺得好可怕 但確實在 偶爾在路上也有看過 就是 情侶就是在 在馬路邊還是哪裡 就是 情侶吵架很大聲的那種 就是經過的話 就會覺得很尷尬吧 我的話我覺得 就是 家務事 這種都算家務事吧 或者是有時候跟 爸爸媽媽 跟爸爸媽媽 小時候啦 在外面我也不會 不太會亂發脾氣的那種 有些小孩子不是會在 在 路上就是 媽媽我就是 這個 什麼什麼 那種 就是 哭鬧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 我不會做這件事情 是 是因為我覺得在外面 被別人看到 就很丟臉 我從小就有那種 偶像包袱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這樣很丟臉 即使我很想要 那我也會回家 回家再哭鬧 就我不想要在外面 被別人看到我 脆弱的樣子 我會覺得超丟臉的 可能是面子的關係 從小就是這樣子 不是 不是 不是因為長大 愛面子才這樣 是從小就 從小就愛面子 羅志強帥不帥 羅志強蠻帥的啊 偶包很早就背 難怪長不高 太重了 出生就注定是偶像 還好不是說我出生注定是邪心 嚇死我了 握手會陪Mina練習吵架 我真的很難啦 我真的吵不贏 海派田經友 我看過啊 我以前 國中的時候很喜歡看 獅子座超愛面子 唉 沒辦法 就是這樣 我覺得活到這個歲數 活得還蠻辛苦的 吵架還要練習 我平常就 平常 就跟姊姊練習啦 我平常有跟姊姊練習吵架嗎 最近比較少 小時候很長 小時候每天都會吵架 為了搶玩具還是什麼 就很容易吵架 最近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演戲各位 我跟姊姊很常在家裡 自己演小短劇 我們每天都會練習小短劇 可是我們的劇本都很爛 下禮拜要辦演唱會 什麼演唱會 這麼厲害 不會吵架會選擇不理 真的 那麼好 你那麼好 其實吵架本來就蠻累的 我也不太喜歡吵架 誰喜歡吵架啊 吵架 傷元氣 還會減瘦 我是輸的那一方 你說吵架嗎 對 我通常都是輸的那個 小時候 從小就是這樣 難怪我到現在也是被姊姊欺負 小時候吵架每次 每次都是我 我剛罵一句 就會 就會哭的那一種 可是她的姊姊都還沒有幹嘛 然後她 我們吵架 然後我就 姊姊你怎麼可以 話都沒講了 然後 就會自己崩潰哭 就是我真的吵不起來 超愛哭 就是潘愛哭 姊姊是特別會吵的 對啊 姊姊就很會吵啊 我的話 我不行 我連打人都覺得手很痛耶 沒有辦法 可是打人也不行 就很弱 然後罵人也不行 剛罵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就哭了 爸媽應該看習慣我哭了 對啊 小時候就常常這樣 爸爸媽媽生氣 然後剛 比如說爸爸拿出皮帶 然後看到皮帶就哭了 因為被打過知道很痛 反正就會先哭 天天想被打 握手會來 握手會來我打你 奶奶當何事老 奶奶怎麼可能 奶奶就是挑起紛爭的那個人 最愛跟我吵了 法克晚安 我是還沒被打就縮手的人 對啊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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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辦法 兇起來 我的個性 真的 沒辦法 謝謝阿魯的楓葉 謝謝富偉哥的LOVE 楊兄也想被打 你就算不提出這個要求 我也會打你 藥也是用踩的 握手會沒辦法踩啦 謝謝柳城的玫瑰 巴巴巴巴很刮的話 我不會打 謝謝小風仔的螢光棒 謝謝太空 幹嘛 楊兄現在送贖罪啾啾什麼意思啊 你以為這樣我就不打你們 離握手會還有一個多月 我還要好好觀察一下 謝謝強娜森叔叔的LOVE 巴巴本來就很乖 有嗎 我覺得巴巴以前很壞 最近比較乖 謝謝阿華的LOVE 玉成不會被打 幹嘛玉成想被打 那你們可以自己要求 玉莉蘭很乖但是也可以打你 什麼 不要啦 而且我現在說好 結果到時候看到你們 我又會心軟怎麼辦 你總是心太軟 心太軟 把所有問題都自己看 好老的歌喔 空空晚安 哈囉玉安 花花晚安 你們這些欠打的傢伙 臉比較軟 真的我姐姐說我最近臉很軟 不知道是不是 天氣 天氣變冷的關係 洗澡洗比較熱的水 然後在 就是我會洗比較熱的水 然後 然後再用冷水洗 聽說這樣會洗比較乾淨 就是熱水讓毛孔打開 然後再用冷水收縮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的廉價 小薇晚安 被米娜打可以得到幸福 哪有啊 聽說拔天天的手拿的人 可以得到幸福 大家快去拔 等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是要洗筆 我可以不停 你不停 擦到妳 這把整個 雙手拿走 走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用天天來當氣死鬼 酷酪酪晚安 握手會玩Mina手整隻黑青 打人真的很痛欸 我不行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欺負別人 敷面膜 有 我昨天也有敷 因為最近天氣太乾了 太乾了皮膚有點乾燥 所以一定要敷面膜 金當鼠今天請假 好 謝謝坤坤 女團舉辦握手會毆打粉絲 喔 是粉絲要求的好嗎 謝謝玉安的楓葉 馬可斯看完狼人殺了 喔 我是笨蛋 我是笨蛋 謝謝玉安的年度選票 迷手要被掉 來 哎呀 抓到了一隻青蛙 謝謝玉安的年度選票 用踩的比較不累 粉絲躺整排就好 不行啦 好啦 吊到你們了 我最近很像很瘦 怎麼可能 這什麼錯覺 我的 其實我體重沒有變 對 沒有變 但是我解決的時候 最近臉很 很柔 一直都很瘦 体重一直都很轻啊 可是看上去不是特别瘦的那种 因为脸的关系 手好瘦 真的手真的是 我全身上要最细的地方 但是以比例来说真的很好 又讲到比例了 我的手都快断了 我的手都快断 你们还叫我打你们 等一下打一打我的手断掉怎么办 夏儿也请假 大家最近咯 尾牙记尾牙记 期待18号见 啊对耶 这个礼拜 6 6吗 还是天哪 是mini concert 是6还是日啊 忘记了 小明 阿罗 瑞晚安 是礼拜六 对 这礼拜六就是mini concert了 大家 大家 不知道大家会来吗 因为大家感觉 把钱都花在握手罪了 所以可能 可能不会来 mini concert 你们还会来 真的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日也有 但是礼拜天是研究生长 对不对 我们是礼拜六 南部人不行 没关系 888握手会见 杨熊要去日本玩 什么去日本的钱都有没有 没有好 没事 我在讲什么 雨伟是晚安 没有mini的场也会去 我知道啊 因为是综合地底啊 高雄簽唱會見 喔對耶 簽唱會閒齁 哈囉王子 王子好久不見 謝謝新天檸檬的螢光棒 要上課嗎 我現在沒有上課啊 王子的頭貼是什麼啊 是是是誰畫的 中和喵喵為什麼自己挖洞 因為他想要效仿我 挖底洞 韓韓畫的 你都高了妹控 晚上睡不著想我怎麼 不然就看我的IG 我的IG聽Mina的cover Mina的cover 我最近比較喜歡彈bass 可是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就是太常上傳bass 對 所以主要還是吉他cover比較多 可是因為吉他一般人比較好聽懂 因為我之前傳basscover 然後就有人好像不 蠻多人其實聽不太懂bass 對 小雨晚安 蘿莉控 對啊王子是蘿莉控 而且王子都還沒有見過二騎生 就已經要加推了 漸漸沒哭哭 會啦 但是 怎麼沒講 bass不要太常出現嘛 這樣才有驚奇感 吉腿比較喜歡bass的聲音 為什麼我知道王子的事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好啦 應該是韓韓講的吧 韓韓說 韓韓說你要加推0名 所以他很難過 bass由Mina推廣會更多人喜歡 希望我會再努力多練一些歌的 ERIC晚安 所以粉絲變心的話 偶像都會知道喔 粉絲在做偶像在看你 好可怕 那個光應該要從底下打上來 成員都會互相交換情報 當然會啊 這樣你們才不會做壞事 UCCU 有間諜在看 我就是間諜啊 我就是 我是 情報收集員 黑哥晚安 謝謝茄子的專情造白 來 成員應該都會說中和喵喵好話吧 沒有 中和喵喵已經被放棄了 已經大家都知道你是滴滴了 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打聽不到的情報 這樣很好啊 看到以前彈 嗆辣紅膠的貝斯影片 覺得蜜娜很酷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ERIC在哪裡看到 我彈 Red Hot Chili Peppers的貝斯影片啊 我沒有上傳過吧 我沒有上傳過吧 在哪裡看到 好可怕 吃瑋哥晚安 脫魯江晚安 有彈 Red Hot Chili Peppers 有彈過 有彈過 但是我還沒有上傳在我的IG過 我很久以前有彈過 但是現在 就是有表演過 現在的話 太久沒彈他們的歌 有一點生疏 我有空要再練練才上傳吧 所以在哪裡看到 好可怕 真的是間諜情報搜查員 我覺得粉絲很厲害 都可以找到很多很久的照片 還有影片 在哪裡啊 很久以前的影片了 那我那時候才沒有很好 單細胞晚安 要找我以前的影片不難找 真的嗎田中 我自己都找不到欸 你很問我在哪看 好可怕 王子也喜歡嗎 Red Hot Chili Peppers 我自己都沒看過欸 網路有嗎 蘿莉鼠的影片 蘿莉鼠我嗎 謝謝本丸的LOVE 拿首歌不要我不要告訴你們 等一下 我不要告訴你們 你們不要去查啦 喔呦 我那時候彈的不好 因為是在live表演 然後 然後我 我有點 算是我 不是第一次表演slap 但是很緊張 你知道嗎 緊張彈slap是超可怕的 因為你打不對 他的音就會 很可怕 所以我 欸 彈不好啦 等我有空再錄給你們看 我 我會 我之後一定會傳 在我的IG TV 然後是完整 沒有失誤的版本 因為我就表演的時候 就容易手抖緊張欸 影片有說彈不好要雪恥 欸 但是我只有表演過一次欸 所以你看的是什麼影片 好可怕喔 彈不好才有效點 不可以 還是不是我啊 其實不是我 我只有彈過一次欸 謝謝band的love 我會錄新的 我會錄新的 好嗎 謝謝你哥的螢光棒 組團的時候 對欸 我們的歌 勇往直前喔 是我們第一張單曲的主打歌 怎麼唱 怎麼唱 許下行願 勇往直前 因為一旦別開臉 就會察覺著滿 以不捨的淚 謝謝下耳的 大聲說愛你 只有彈一次就被查到了 不是我吧 應該沒有上傳在網路吧 魚凱 魚凱晚安 為什麼我都看到萊卵的 這個沒辦法 就是 我的眼睛 姐姐 姐姐回來了 嚇死我了 我真的 每次都剩幾條 臉變胖了 哪有 本來就胖好嗎 臉本來就胖 還是因為頭髮綁起來的關係 綁起來就沒得遮了 只有兩條絲絲 會覺得臉比較圓嗎 對 林真的很嚇人 你們也被嚇到了 變瘦了 變胖嗎變瘦都會搞混 你太誇張了喔 誰啊 文凱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別人說我臉 臉變胖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臉一直都很胖啊 哪有變胖 本來就很胖了在變胖 這樣嗎 你要說我臉胖沒關係 不要說我臉變胖 他沒有變胖 他一直都很胖好不好 這個神奇沒有啦 零零二晚安 你又挫到我了啦 欸你喝什麼 我有紅茶要喝嗎 為什麼你也有一杯 我今天晚餐吃草莓鬆餅 冬瓜鮮乳喝喝看 好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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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喝 全糖 不是 我第一次喝冬瓜鮮乳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味道超噁的 這味道超噁的 很像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味道 很像糖果的感覺 對 很像某種很難吃的糖果 幫他吃好不好 裡面 姐姐今晚 沒有啦 他沒有不回家 他直接出去吃飯 全糖 不是全糖沒有關係 可是 冬瓜茶加鮮奶真的 剛剛那一幕截圖 我不要啦 沒有我是 我是半個台南人 台南的適應冬瓜牛奶 所以叔叔也常喝冬瓜牛奶嗎 每次姐姐的飲料 感覺都不太好喝 哪有 我覺得 他每次 有喝剩下來的 都是不好喝的給我 哪有 好喝的他 回家之前就喝完了 是不是這樣 沒有 這吃太飽 有蛋糕唷 這是麵包啦 你 幹嘛這樣亂丟啊 他就已經 冬瓜鮮奶好喝 可是全糖喔 小孩才晚安 台南人也不會喝到那麼甜 台南人 點飯糖就等於北部的全糖 要看 我覺得要看冷 沒有 南部的飯糖等於北部的全糖 對啊 可是喜不喜歡喝甜要看冷啊 全糖 不是我這個味道好奇怪喔 冬瓜牛奶 不喜歡 太甜了 因為我很少喝飲料 小青喜歡冬瓜鮮奶 真的喔 可是他應該不會喝全糖吧 可是冬瓜糖 冬瓜茶本來就是甜的啊 甜中有喝過嗎 冬瓜鮮奶 加冰塊等冰塊融化再喝 我要冷死了 這麼冷的天氣叫我加冰塊 加開水差不多 冬瓜茶通常不能調整糖 不對耶 好像是 在台南喝過 這個北部也有賣吧 不然姐姐怎麼買的 跟黑糖鮮奶 可是黑糖鮮奶應該比較好喝吧 沒有黑糖鮮奶也很久 沒有喝過耶 因為我比較喜歡喝果汁那種 好喝喔 巴巴叫羊熊嘴巴嗶嗶 我很想要說粉絲不要吵架 可是吃羊熊那沒關係 冬瓜茶會稀釋 可是我覺得外面賣冬瓜茶都好甜喔 台南有專門賣冬瓜茶的 好喝嗎 我只好叫那個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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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瓜牛奶冬瓜加少一點沒冬瓜味 加水就沒有牛奶味 可是冬瓜本身又沒有甜味 為什麼冬瓜茶會那麼甜 我想到一封冬瓜茶 今天Mina比較嗨 有嗎 有嗎 還好啦 只是可能比較有精神嗎 不知道 那是冬瓜糖 對啊 對啊 可是冬瓜茶 冬瓜茶為什麼不能調整甜度啊 我本身是喜歡吃冬瓜 可是冬瓜茶我就覺得太甜了 健娃 冬瓜 健華 健華晚安 因為是用冬瓜糖磚組的 糖磚 所以如果不加糖 就沒辦法凝固成那個磚 是嗎 謝謝Kate的玫瑰 下週就過年了 過年放假囉 問姊姊最近Mina有變肥變圓嗎 媽媽說你變胖 什麼時候 那不是上次視訊的時候 視訊很久以前了 那不是最近好嗎 而且我上次直播就講過了 很久以前直播就講過了 唐是西式冬瓜茶的 冬瓜茶我覺得偶爾喝那種 不是有賣那種小包的那種 就很古早味的那種冬瓜茶 就還還可以 可是飲料一杯我覺得太甜了 今天Mina的髮型好看 耶 謝謝 你看我還有加這個小夾子 倉儲幾公斤 倉儲39 40 就是這樣子跑 聽到變叛翻了白眼 我翻了白眼嗎 不是啊 因為這不是最近的事啊 我之前直播就講過 姊姊都沒有 他自己沒有看我直播 就是 然後又重複講 好像我一直很胖一樣 就沒有很胖啊 就我之前不是說 跟媽媽視訊的時候 媽媽說我變胖什麼嗎 就之前講過的話題 幹嘛一直重講 我就沒有變胖 很崩潰啊 就明明就不到40公斤 然後一直被說很胖很胖 我就覺得很煩 謝謝Eric的看好你哦 就是臉圓一點而已 對嘛 我就是圓臉嘛 可以說我圓臉沒關係 因為我確實就是圓臉 可是我看到有人說我是 我是方臉 我就有點不開心 我想我的臉到底哪裡方了 明明就是圓 到底哪裡方 三九四十就是胖 那到底要我幾公斤 到底要我幾公斤 我大學的時候是比較瘦啊 我大學的時候三十七 現在又比較重 可是 但是我三十七的時候 臉也是這樣啊 沒有比較瘦耶 到底要幾公斤才可以 才是瘦的 手瘦成這樣還說胖 不是啊 因為冬天啊 冬天穿長袖啊 冬天穿長袖就是長這個樣子 無奈 謝謝傅瑋哥的LOVE 心寬體胖 我心是滿寬廣的啦 成員說我太瘦 因為成員跟我比較熟啊 他們都知道我就是臉緣而已 可是臉緣這個也沒辦法 說Mina胖了 一定沒看過Mina本人 可是他們 他們就是看照片跟看直播的話 都覺得我很胖 大家就 就不會想要看我本人啊 就是不會想要再進一步認識我 因為就覺得是個胖妹 當然可能也會有喜歡肉肉的女生的人啦 看臉也知道瘦 看臉怎麼可能知道是瘦的 我的臉看起來超胖耶 跟我的體重不成正比 抽脂 臉有在抽脂的嗎 我不知道耶 好可怕喔 我知道身體 好像有些人會去抽脂 可是臉 因為臉有抽脂嗎 臉比較常聽到是什麼 瘦骨 瘦骨 瘦骨或是什麼 打肉肚之類的吧 拉皮 拉 養分分不不均 那沒辦法啊 一開始看就不覺得Mina胖 真的嗎 Akira是什麼時候第一次看到我 是在直播嗎 還是看照片 Mina身體應該沒東西可以抽 有啦小腿 小腿機 馬嘉玲有啊 那個在小巨蛋表演的時候有見過面 現場見真章 可是就 就怎麼講 大家看照片跟看直播 就是對我不會有興趣 覺得我胖胖的啊 所以也不會想要看現場啊 就是難 其實看握手繪也是啊 就是看到其他成員一直加布 加超多的 然後就自己的票都沒有賣完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覺得 就是果然 果然大家都是看臉的啊 就是我的臉太胖了 所以 所以才會這樣啊 就是沒有人想要 不是沒有人一定有人 可是 就不會那麼想要來看粉人 就是沒有覺得 可能臉不夠吸引別人 我覺得 謝謝蘿莉蘭Kiss啾啾 很久之前PTT有人貼什麼 什麼照片啊 現場看到就會犯上了 對啊 可是 可是很多人不會 我覺得台灣沒有像 日本那麼 就是對偶像有那麼 那麼沉迷的感覺 謝謝楊公公的水瓶寶寶 同事看照片說很可愛 真的嗎 可是一般人一看到都會 都會覺得很 就是臉很圓啊 肉肉看起來胖胖的樣子 然後一講話又 哎呀這個聲音啊 這麼剪 就不太會喜歡 就是 你沒有 特別喜歡一個 人的話 你不會 特地去現場看他 就一定是真的真的很喜歡 才會 喔迫不及待想要見偶像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我就還沒有到 人家很 看到我的臉 會想要見我 就已經 Out 蘿莉蘭陳迷你 陳迷你是誰 迷你 迷你 迷你籤 今天沒來喔 抓到了 抓到了 沒賣完我也不知道 就是 就是 可能臉的問題 可能臉的問題 我覺得畢竟 大家犯偶像 還是 還是喜歡 看 就是大家都喜歡 正妹啊 就是 長得好看的人 蘿莉狼飛心酸的 不會 一定讓你填回去 讓你填回去 在飛機上都在笑 好像不太好 這樣真的很像 蘿莉狼 不是 很像喜歡蘿莉的狼 不是像蘿莉狼 想哭 不要哭 我都沒哭了 我現在很樂觀 從南面 南部上去是心酸 不會吧 南部的全糖 挺了要帶上來 快 爸爸 Mina是正妹 沒有 我沒有被人家說過很正啊 因為我不是漂亮的型 大家一般人都是喜歡漂亮的女生 可是 我是可愛的 就是因為臉圓 人家只會說 這個妹妹很可愛 但是不會覺得是一個 就是普遍人認為的正妹啦 而且我覺得很多米粉 就是會 因為是米粉 會成為米粉 是因為喜歡我的個性 不是 就不會是因為 外表 因為你們都是 重視內涵的 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 我也不是重視 我也不是一個 那種 膚淺看外表的人 我是重視內涵的人 畢竟是圓的很正式正方形那種 艾斯 那你覺得 你覺得我們團裡面誰很正啊 沒外表看我幹嘛 外表 外表 我覺得我的外表應該算是 很圓 對很圓 但就是吉祥物的那種 討喜 討喜 但是說不上好看 就真的說不上是漂亮的那一種 黃密書 艾斯林 黃密書哪裡 哪裡 那個啊 哪有正方形 他明明也是圓的 姊姊說很圓 就吉祥物啊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當吉祥物 有的吉祥物可以不用講話 我覺得我不講話就還蠻好的 可是有時候 一講話就會破功 會玩狼人殺 咪娜智商很高 玩狼人殺也不需要智商很高啊 智商很低也可以去玩 就是 就是混淆那些高智商的人 就是玩到他們都奇怪 怎麼會這樣 到底誰是狼 咪娜是怪人這點也很吸引人 那吸引到的你們是不是也都是怪人 哈囉陶瓦哥晚安 咪娜這樣還不算漂亮 但真的眼光太高 就 就只能說長得還 還端正吧 好了還蠻圓的 我好像端正也不對 就是蠻圓潤的 獨一無二的咪娜 其實我覺得我的獨特性是有的 我自己覺得 至少在團體裡面我的獨特性是有的 因為 因為我的臉 這麼多肉喔 可是身體這麼瘦乾乾的人 真的 我在路上很少看到耶 是蠻獨特的 怎麼可以有人長得這樣 臉這麼圓身體那麼乾扁 我很好認 你們說走在路上很好認 就不是大眾臉的那種 對啊 因為一般人臉不會這麼多肉啊 哈囉師仙晚安 謝謝Aquila的真情告白 蘿莉狼不管怎樣都是狼 為什麼蘿莉狼是蘿莉狼 路人角度 感覺Mina長得蠻可愛 艾石是路人嗎 艾石是路人嗎 艾石根本就熟人了好不好 每次熟人都一直路過 到底什麼時候要進店裡啊 蒟蒻晚安 Mina當狼真的別人猜不出來 我說真的喔 那個狼人馬 我以前不太喜歡當狼 因為我覺得我不會騙人 容易被發現 可是我 玩久了之後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當狼 因為當然當的好的話就是覺得自己蠻厲害的 而且你可以視野很清晰 不會當個漁民在那邊猜一猜還猜錯 在公園發氣球會掉到新粉絲嗎 為什麼要在公園發氣球 而且現在公園很少看到發氣球 以前小時候有什麼宣傳還會把宣傳的字印在氣球上面發給小朋友 可是現在的話好少看到耶 欸王子還在我以為你走了 村民第一個被殺之後滑手機 這樣子很沒有參與感耶 遊戲體驗就很差啊 為什麼王子會第一個被殺 欠殺 安安傻傻分不清楚 這安安不分啊 香水 披著狼皮的倉鼠 嘿嘿嘿 米娜是當狼當到忘記自己是狼 這句話真的很饒舌耶 當狼當到忘記自己是狼 以前一開始不太會玩的時候就這樣子嘛 可是現在的話 真的覺得當狼很好玩 因為你視野很清楚 如果騙人騙的成功的話就代表嗯成功了 小雪沒有玩過 你可以下載App玩啊 可是我覺得App的 對我之前有下載就是手機版的狼人殺 你們有玩嗎 就是用語音的那一種 可是我現在閃掉了 因為我的聲音玩這個太可怕了 就想好好玩遊戲然後都會 欸你的聲音怎麼這樣 然後我覺得好煩耶 不想玩 最不喜歡這種 跟不認識的人講話 你們可以啊 你們聲音正常去玩都不會 就是可以有好的遊戲體驗 可是我 我因為聲音我覺得我遊戲體驗就是有變不好 所以我就刪掉了 會不會認出來 目前是還好 可是對 我的聲音是真的蠻好的 Mina要下載變聲器 把聲音變得粗一點是不是 邊緣人都玩單機遊戲 欸我也喜歡玩單機遊戲 我很不喜歡跟人家連線 我從來沒有玩過那種線上遊戲 王子討厭狼人殺 因為第一個被殺嗎 那你下次跟你朋友說好不要先殺你嘛 感冒的時候玩 感冒的時候 人家說你聲音怎麼這樣 我就說我感冒有鼻音是嗎 可是我最近的感冒常常都會到沒有聲音 就是喉嚨那種咳嗽的那種 會沒有聲音 跟美心玩遊戲 美心是誰啊 而且感冒的時候很不想說話吧 因為太不舒服了 鴨子聲到底是什麼 巴巴要去打獵 打什麼獵啊 會被問是不是用變聲器 對我有被問過 我覺得超生氣的 我明明就是原本的聲音 到底哪裡像變聲器的聲音 變聲器的聲音應該會更 更機器人一點吧 我聲音語就是人類的聲音 居然說我是變聲器 氣氣氣氣氣 小明的聲音很糟糕 哪會啊 我的聲音才糟糕吧 隔壁的火箭擋住我的字了啦 什麼強大生叔叔玩的時候是 殺手與偵探 所以他還改版過 邊緣人都玩放置遊戲 你說像旅行青蛙那種嗎 但那種玩一玩會膩啊 交韓韓玩狼人殺嗎 感覺可以啊 我可以交韓韓 公園發氣球是因為我很像吉祥物 吉祥物都會在公園發氣球 我好想去做這種 這個工作 不能夏天去要冬天 其實夏天也可以去啦 夏天的話去當那個吉祥物 穿那個布偶裝 當減肥啊 因為裡面超熱的 當成減肥 然後冬天的話又很溫暖 而且我超喜歡小朋友 酒蛋晚安 玩過語音交流軟體 很多女生聽到你的聲音秒掛 小明的聲音 哪會啊 就是一般男生的聲音啊 還是你自己講的那個開頭不太 你的開頭嚇到人家 奇怪我眼睛上有什麼 沒有了 還是你的開頭不對 你說徵選直播彈的 那時候我應該 徵選了2017年 那我那時候是剛學slap沒有多久 所以應該彈的不太好 但是我後來在澳門是真的有表演過那一首歌 表演的時候有彈的比較好 但是可以更好 夏賢也還沒填哦 蘿莉郎 蘿莉郎還沒有 還沒有收到 應該不會沒有位子填啊 姐夫也不喜歡自己聲音 姐夫的聲音 姐夫聲音還好 但是說真的哦 現在粉絲的聲音就是如果 如果我不看你們的臉聽聲音的話 我唯一認得出來的話 應該只有爸爸 因為我覺得爸爸的聲音是 超好認的 其他的人的話 沒有很好認 就是 男生的聲音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低的聲音 所以我沒有 就是不像女生的聲音辨識度 或者是相處時間不夠久吧 像成員的話 成員的話聽聲音就可以知道是誰 男生的話 男生我本來就比較認不出來啦 然後加上可能還比較少聽你們講話 現在買來得及嗎 王子 王子還沒有買 真的嗎 你居然大家還沒買 快點 快點來找米娜 米娜 米娜賣不完了 好啦一張就可以啦好不好 一人一票救救米娜 王子騙我 你為什麼要騙我 王子你騙人你會變成青蛙哦 青蛙咧 今天青蛙不在 好 阿華沒票了 沒票了 你都填完的意思嗎 過年後才到 過年 過年還有 一兩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其實很快 應該可以吧 浩浩也是過年後 為什麼那麼久啊 可是 你們不是很早就訂了嗎 青蛙王子好像蠻有 對啊 王子也是青蛙 真的耶 所以王子本來就是青蛙 下禮拜四就過年 好快哦 好開心哦 過年就可以吃很多好料了 我最近都 就是我吃土是吃很久了嘛 所以 就是想著下禮拜就要過年的話 就會 你知道更有動力省錢 對 然後過年再多吃一點 過年 對啊 過年要回澳門 耶 懷懷晚安 市面上訂都要過年後才有 真的哦 那還好我的現在還是熱賣中 你們應該填得到 謝謝懷懷的LOVE 回家吃好料 對啊 我媽媽最近就是有 問說過年有想吃什麼 我好像跟她 我有跟她說什麼嗎 媽媽煮的都好吃 嗨媽媽你在看嗎 媽媽煮的都很好吃哦 你要吃的營養均衡 其實我 我真的吃的營養蠻均衡的 就是 青菜水果都有吃 因為最近 最近都會去全擦 以前都是買 六折的肉 然後最近發現 常常會有那個 折扣 折扣的一些蔬菜水果 蠻便宜的 像奇異果一般外面買一顆10塊哦 可是 它折扣品的話是 一顆5塊 就是直接板甲 這樣超便宜的 可是就是很熟的那種 要趕快吃 謝謝志偉哥眼睛業障 哈囉 命晚安 為了過年大吃開始節食了 也是也還好啦 就是 我還是會吃的健康 就是吃一些青菜 便宜的青菜 五大限制美人只能買5張 為什麼啊 是快沒貨的意思嗎 用直播跟媽媽喊話 因為我媽媽常常看我直播 然後 我直播完就罵我 沒有啦 就是有時候講太多 他就覺得那個嘛 不好 一年回去一次 終於要吃到媽媽煮的了 對啊 最喜歡媽媽煮的了 因為從小吃習慣了吧 第一次稱讚媽媽 哪有 我明明之前 害我結巴 我明明之前也有稱讚媽媽 就是說她的個性很單純 然後還有很可愛 然後煮菜也好吃 還有很勤勞 對 是不是超多優點的 但缺點也是太單純好了 好像跟我一樣 剩多少時候會變數字 好像剩100張的時候就會開始 有數字 怎麼吃都是媽媽煮的最好吃 對 媽媽的味道最棒 對 媽媽還不讓我知道讓ID 沒有 她好像都是看那種 回放的 肉這些生鮮不太建議買6折的 那6折就是當天要馬上煮啊 就是要當天馬上煮 對 狼哥是加加訂的還沒有到就對了 上次直播完媽媽又打電話了 嗯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媽媽是補檔高手 吼有都你們啦 不要流檔嘛 真是的啊 銷毀證據 不然我都被媽媽發現 偷講她壞話 謝謝阿華的LOVE 為了回去食有東西吃 一直說媽媽好嗎 才不是 媽媽煮的真的很好吃好不好 如果說不好吃回去的時候 媽媽就 嘿 我不是說我都煮的不好吃嗎 那我不煮 真的 我媽媽 真的 她是會講這種話的人 她好像之前有一次就 就是 但是是 是我講嗎 不是 好像是奶奶太挑食還是怎麼樣 然後媽媽就不開心 她不是說我煮的都不好吃 以後我都不煮 她這樣 她都這樣子 我媽媽超愛裝可愛的啦 就是 就是怎麼講 講話有時候會有一點 那種 我也不知道 傲嬌嗎 任性 過年回家 大家要先說好話才不是好嗎 南部會有 現貨嗎 南部嗎 不知道還是要碰運氣吧 暗示不要流到 可以流精華就好嗎 不要流那個 好嗎 回到澳門 回到澳門的話 基本上不會吃吐司啊 因為 澳門的時候 早餐都吃什麼啊 可能是那種 就是 去 那叫什麼 茶 茶樓 茶樓 就是 從 吃那種 早午餐 那種 港式飲茶 常常過年一定會去吃的 那個超棒 那個 荷 草荷粉啊什麼的 飲茶 對對對 那個 我很喜歡 說媽媽壞話的精華 不要啦 不要 我對你們那麼好 早餐感覺吃好好 但是因為是過年吧 就是 然後會找一些 親朋好友一起 一起的話才會 才會去 不然在家的話 可能早餐就吃年糕之類的 媽媽自己做年糕 蘿蔔糕 芋頭糕之類的 我想 不會吃吐司啦 聽到都餓了 嘿嘿嘿 弘毅晚安 說媽媽的話 我哪有 沒有說媽媽的話 哇 我很聽話 大直好久不見 台南的五大 只剩Festival 那是買Festival的甜序號 不能用了吧 我整場都精華 哪有 沒有啦 最近澳門新建好地鐵 喔有 我有聽說了 好像建了 一段時間了 張善維 喔這名字好熟悉喔 是長得像香蕉哥哥的那個嗎 是嗎 我們有點不太知道長怎樣 太久的人了 是HAPPY哥哥 張善維 他也是悠悠台哥哥嗎 他是HAPPY哥哥 跟香蕉哥哥不一樣 他是HAPPY哥哥 我不知道 現在也是嗎 現在還在嗎 呃 他還沒什麼 不是 我說他現在還是在悠悠台 當什麼HAPPY哥哥 他不是生病喔 真的我不知道耶 我不認識 我不是不認識 我不太記得長怎樣 王冬甫的話 我以前蠻喜歡的 喔對 是輕軌啦 不是地鐵 他們是講輕軌 謝謝志偉哥 貴族玫瑰 張善維只知道蝌蝌 蝌蝌什麼 我不知道耶 黑皮哥哥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黑皮哥哥 我不知道耶 吃很胖 冬天 冬天很容易胖 沒辦法多吃點 多吃點 然後也要多運動 就是沒事出門走走 好不好 這樣健康一點 輕軌很恐怖 不是那個輕軌啦 是很輕的軌道 跟沒解釋一樣 雪野湊田中的星星相應 葡萄姐姐很可愛 葡萄姐姐 我不知道是誰耶 其實我小時候沒看過幼幼台 因為我們家沒有 沒有有線電視 講到這突然覺得很好笑 上次才跟 就是 就是我們家因為小時候都 蠻節儉的這樣子 完蛋 會不會講這個被媽媽罵 反正就是我們家沒有裝過 有線電視 然後上次 我小時候有看過米奇 我出生以來好不好 就沒有有線電視 然後 上次跟 跟琪琪聊天的時候 就講到這個 這個話題 他就 蛤你小時候居然沒有有線電視 然後後來就跟阿喜 就問阿喜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跟阿喜 講到這件事 然後我就說我小時候都沒有 有線電視 所以很多卡通都沒看過 結果阿喜居然就 蛤 什麼是有 什麼是有線電視 就是他 他家一直都是有 一直都是有線電視 所以他不知道 喔原來電視有分有線跟無線 他就蛤 所以原來有分了 他第一次知道原來有人 有人家裡是只看得到三台跟四台了 然後我跟琪琪都笑死了 就 對 阿喜的世界 他不知道有無線電視這種東西 對阿 我覺得好哀傷喔 我覺得好哀傷喔 哈囉 蝸牛晚安 麻辣仙斯 羅志祥有演嗎 還是新版的阿 舊版的話 舊版的話 我最近還有在看 我對我今天終於把那個 大片飯 看完了 好好看喔 超棒的 看完之後我覺得我真的 有變聰明 可是我一直 但是因為我 搞不太清楚 就是那種 我覺得有點混亂 所以我常常會看一看 然後又跳回前面幾集再看 然後才會突然 喔原來是這樣子 他有出第二集 真的假的 真的喔我想看耶 要來騙人了 我不行啊 沒辦法騙人 我比較像那個 男主角的個性 就是 天被騙的天才 有變聰明肯定的眼神 聰明的眼神 好想被騙什麼啊 不可以啦 被騙的話就讓那個壞人 得意讓他們賺到啦 不可以 來讓壞人有機可撐 現在是超聰明 妮娜嗎 沒錯 發亮 你家之前也是有事沒事要調電視的天線 不是那種嗎 拍一拍很厚的電視拍一拍就好了嗎 我們家就這樣子啊 看到米粉們跟我一樣都是苦過來的 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智慧型倉鼠 怎麼感覺很像某種滑鼠啊 智慧型滑鼠感 就揮一揮就可以 就會螢幕自己上一頁下一頁 就可以操縱的感覺 欸 銀針燙倉鼠 有有有 這個我們家還看得到 無限可以看 只被漂亮姐姐騙 阿華你這樣不行啦 等一下被騙財騙色 騙色是因為姊姊吧 對啊 被就是被騙色啊 然後把錢出去就是騙財騙色 想辦法把五千騙回來 怎麼會那麼笨 到時候被抓怎麼辦 要騙也是騙五萬 沒有啦 開玩笑 昨天才看什麼 前幾天啾啾鞋的新影片才講到敲電器 我有看我有看 他就說那個 遙控器還有電視對不對 他要敲一敲 所以現在的電器就是那個零件 因為零件直接做一個 所以不像以前那麼好替換 所以我覺得 以前的東西 還是有他好用的地方 夜蘭晚安 而且我最近發現 我看Youtube的時數很可怕 所以我今天看到Youtube 他有一個 是統計 統計你 這個 這個 這個月嗎 這個月 還是某個期間 你看Youtube的 時數 還有你一天平均看的時數 然後點進去看 我 我這段時間看Youtube的時數 比他上一段期間 統計還要成長10% 就代表最近真的是 花很多時間在看影片 對而且 我一天看三個小時Youtube 我覺得好可怕喔 明明我看Youtube都是看那些 影片不長 差不多十分鐘 十幾分鐘的影片 然後看一看我 一天有看三個小時 對我覺得好可怕喔 三個小時很多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 我最近放音樂也都是用Youtube 因為沒有在用那個KK 所以放音樂的時數也算進去的話 所以三個小時啊 所以我不知道實際看影片是多少 對播歌也算啊 那三個小時覺得好可怕喔 剩下是在滑IG嗎 沒有啦還要修圖 還有彈琴 放假都看一天 Youtube會看一天嗎 Youtube很多影片可以看 所以我現在就讓自己轉移陣地啊 去看一下日劇 就不會花太多時間在看Youtube 謝謝名利送我玫瑰 哈囉博士先生晚安 吃飯才看 但是我吃飯就會吃一個小時啊 我一天吃兩餐的話 至少也會花兩個小時看影片 謝謝Eric的玫瑰 能敲是好的地方嗎 就是敲一敲至少就能好了 不是嗎 偶像劇無限比較少 跟同學會沒話題 所以沒朋友啊 但是我 跟我比較聊得來的朋友 就是音樂吧 可以聊一些音樂的話題 粉絲隨便看直播就三個小時 直播廢人 最近電腦宋秀還故意用PS4看Youtube 欸PS4是什麼啊 我知道是打電動的 但是可以看Youtube喔 敲敲你們的頭 以後都不看了 不看什麼直播嗎 那誰看我的直播 我自己聊天 我一次直播一個半小時還好吧 但是看直播的人也會看Youtube嗎 就是像我自己平常的話 我其實不太看直播啊 我平常不會看直播 所以我都會看Youtube 但是如果已經 喜歡看直播的人就是喜歡互動吧 還會喜歡看Youtube嗎 PS4跟智慧電視一樣 真的喔 所以PS4是長的跟電視一樣嗎 我不知道欸 都看 那這樣 就花很多時間在 在電子產品上面 Youtube下面留言也可以互動 但是那個不是要 那種直播的才可以嗎 接電視 喔喔 PS4可以接電視 對不起我太太慫了 都不知道PS4長怎樣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 一個玩遊戲的 所以我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長什麼樣子 是一個遊戲機的 的那個 東西嗎 還是一個電視的樣子 完全不知道欸 傑克晚安 眼睛好像該休息了 我也差不多要 要結束直播了啦 Youtube會有上傳者回覆留言 喔 你說留言區互動嗎 喔 那個留言區也蠻好玩的 我自蠻喜歡那種留言版的感覺 要怎麼跟Mina解釋PS4 好嗎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直播結束去查一下 Mina以為PS4是長機 對啊 遊戲機不是都長這樣子嗎 電動就是長 不是嗎 怎麼辦我覺得我的嘗試 這是嘗試嗎 但是我就沒有玩過啊 PS4會自己塗光碟 所以是像電腦的那種 像電腦主機的那種 可是現在的主機越來越小了 所以是長這樣 長方形的嗎 已經要PS5了 真的 PS4是一個機台可以玩很多遊戲片 真的喔 好酷喔 我想玩玩看 Mina感覺會被FB的大片廣告騙到 不會 我現在沒有在用Facebook了 我現在只有用IG 這個誤會有點大 PS4是什麼 可以吃嗎 PS4是修圖軟體嗎 欸對耶 Photoshop的簡稱也是PS啊 Mina現在是智慧倉鼠 智慧倉鼠連PS4都不知道長怎樣啦 好笨喔 到底都在幹嘛 我要準備面牌 IG屬 不過我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 不知道在幹嘛 在聽音樂比較多啦 PS4可以拿來電泡麵 不會壞掉嗎 謝謝阿努娜奇的love 張善維很帥 我居然不認識 孝賢要出鏡 什麼孝賢說了啥 我去孝賢家玩 謝謝博承的玫瑰 電力不足 我沒有撐到電喔 電力不足關機了 謝謝小瘋仔的年度選票 那還是你們要幫我打 好那你們幫忙打 好了因為 奶奶她她應該不願意借我 借我手機 手機自動關機了 昨天手機自動關機了 叮噹鼠 叮噹鼠來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 要去忙了 好喔 拜拜 晚安 迷你錢沒來啊 不知道是 有沒有請假還是什麼 還是忘記了 今天的第13名是 茄子 謝謝茄子 12名是田中 謝謝田中 11名是昆昆 謝謝昆昆 謝謝本玩的Kiss珠珠 在睡覺 不知道是不是還是感冒 發燒 今天波羅沒開 還是生病啊 第10名是富偉哥 謝謝富偉哥的LOVE 第9名是小楓 謝謝小楓 第8名是尼哥 謝謝尼哥 絕哥有開 那他可能在絕哥那吧 第7名是坤坤 謝謝坤坤 第6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第5名是Aquila 謝謝Aquila 第4名是本彎 謝謝本彎 第3名是JC JC 謝謝JC JC JC的全名是什麼啊 第2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1名是羅莉郎 謝謝羅莉郎 謝謝羅莉郎 謝謝大家 我下一次直播是 後天 星期三的 下午5點 就真心 好 謝謝 謝謝洋熊的LOVE 對對對 下一次是星期三的5點 會開直播 大家 後天見 拜拜 晚安晚安 大家晚安 米哥晚安 福人晚安 大家好晚安 大家晚安 維維維晚安 大家晚安 7號晚安 追星晚安 天天晚安 Yamaka晚安 羊奶晚安 拜拜 阿哥晚安 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晚安囉